人生百态 娱乐开怀 欢迎收看谈笑余生 无论是影视中还是纪录片里 我们常常会看到那些因为犯罪被逮捕的罪人 最后都会将自己的过错归结于原生家庭 对他们而言 原生家庭的不幸似乎成了他们脱罪的最好借口 可今天我们的这位男主人公恐怕要打他们的脸了 他两岁时母亲去世 三岁时被父亲抛弃 六岁那年最亲爱的爷爷去世 他成了流浪街头的小乞丐 到了十岁左右 为了不被饿死 他也干起了偷鸡摸狗的勾当 本以为他会成长成一个社会败类 谁知他最后居然逆袭 成为了985高校的学生 更是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许多荣誉 还帮助了许多生活有困难的人 他的名字叫做彭世辉 1994年6月 彭世辉出生在江西一个十分贫困的家庭 根据彭世辉的回忆 母亲贤良淑德 是个不可多得的贤惠女人 可父亲却整日游手好闲 偷鸡摸狗 成为了十里八乡 人人厌恶的小偷 虽说有个不靠谱的父亲 但是在母亲的保护下 彭世辉也本该拥有一个快乐童年 但上天似乎有意为难他 两岁那年 他的母亲因为长期劳累 再加上生妹妹后营养不良而过世了 彭世辉母亲去世后 留下了年仅两岁的彭世辉和尚在强保中的妹妹 妹妹还要吃奶 母亲在生前便把她托付给了感情最好的姑姑 可是留下来的彭世辉却差点被饿死 本以为经过这件事 他的父亲能够收敛心性 好好抚养彭世辉 可谁知 彭世辉的父亲虽年轻力壮 却烂泥扶不上墙 在遭遇如此大的变故之后 他非但不痛改前非 反而愈加变本加厉 破罐子破摔 有一次 爷爷来到彭世辉家 却被气得差点晕过去 在没有人接济的情况下 两岁多大的彭世辉饿得已经在地上拱来拱去 他的父亲却还心安理得地躺在床上睡大觉 爷爷大气 抄起棍子便挥了过去 而那次之后 彭世辉的父亲便跑了 父亲走后 彭世辉便继续跟着年迈的爷爷生活 妹妹则交由姑姑家抚养 然而好景不长 才五六岁的时候 和他相依为命的爷爷也因病去世了 从此 彭世辉彻底成为了一名无家可归 没人要的孩子 整日在村里村外和附近村头漂泊 靠乞讨为生 偶尔实在饿了 他也会去偷村民们的菜 刚开始的时候 伯伯们也想把他接到他们家里去生活 可是一来二去 寄人离家的日子让彭世辉感觉到了极大的不适应 没多久 他就又偷偷地跑回爷爷的小黑屋了 伯伯们无奈 只能顺着他 彭世辉后来曾多次表示 最困难的时候 我是吃村里的百家饭长大的 等他长到十岁左右 彭世辉的姑姑不忍侄子在外漂泊流浪 便从外地回来找到了他 把他带回去一起生活 都说 浪子回头金不换 姑姑担心自己侄子走他父亲的老路 所以刚到家的时候 每天重点教育他 人一定要踏实正直 勤奋简朴 还对他说 只要你自己不放弃 姑姑姑胀就是再苦再累 也不会放弃你 可是姑姑家的生活并不好 他也有两个小孩要养 要读书 姑胀的身体十分不好 有严重的腰间盘突出 一干重活就疼得要死 可他们却坚持要抚养他 正是因为这份恩情 从此彭世辉浪子回头 彻底痛改前非 好好学习 在姑姑姑胀苦心孤意的监督与教导下 他不仅摒弃了此前撒谎 打架 骂人 偷东西等恶习 还学会了主动承担起家里力所能及的事 在读书上 彭世辉起步虽比常人慢了好几年 可他好像天生就是读书的胚子 启蒙教育不仅上手快 还表现出了不同于其他孩子的悟性和能力 彭世辉回忆 对于自己的学业 姑姑要求极其严格 他说 只要你肯读 能读得下去 再苦再累 我们也会供你读书 彭世辉在读书上本来就有超乎常人的悟性 加上姑姑教育得当 他本人又学习客户 从小到大几乎都是第一名 六年级的时候 彭世辉因为成绩特别优异 学校直接给他跳级到了初中 初中毕业时 彭世辉不负众望 以全镇第一的成绩考入了重点班 全村都欢欣鼓舞 一片沸腾 高三那年 全国各大高校开始到各个基层高中自主招生选拔好苗子 彭世辉直接被四川大学的老师看重 并成功通过自主招生 成为了2015级化工专业的学生 至此 一名问题儿童彻底打破寒门逆天改命 完成了命运的蜕变 当彭世辉把录取通知书捧到姑姑面前时 姑姑再也忍不住地泪流满面 两人久久地抱在一起 去大学报名的那天 姑姑把积攒已久的全部身家6000块钱给他说 钱不够了要和姑姑说 那一句钱不够了要和姑姑说 让彭世辉一直久久暖在心里 他更不想辜负姑姑多年的用心良苦了 所以到了大学之后 他更加刻苦 并且非但没有和姑姑再要过钱 反而通过奖学金 助学金和勤工减学 赚够了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 也许是原生家庭的影响 彭世辉在大学时极具担当与责任感 大学时 他被选为班长 可是当大一第一学期时 班上竟有近一半的人挂科 全班整体成绩在学院排在了最后一名 这让身为班长的彭世辉自责不已 第二学期开学 彭世辉决定做出改变 担当起自己身为班长的责任 一定把现状彻底逆转过来 开学的第一天 他发现班里有不少人没有来停课 下课之后 他就会一个一个去拜访 询问他们不来上课的原因 对于睡懒觉的 他绝不姑息 到了晚上 晚自习和周末 他就会第一个去课室或者图书馆占位置 然后一个一个地给同学打电话 让他们来自习看书 对于班里跟不上的同学 他会一直全程督导 讲题目直到讲透讲懂为止 后来大二的时候 彭世辉本可以转到自己感兴趣的文学与新闻学院 但是他因为割舍不下和大家的感情 依然选择留了下来 而彭世辉为大家为班集体做出的贡献与努力 大家也有目共睹 渐渐的班集的凝聚力变起来了 成绩也越来越好 后来直接从吊车尾班集成为了学院的先进班集 彭世辉的担当与能力 争得了所有人的一致好评 他也成为了学校的明星班长 然而 诸多光环家喻一身的彭世辉并没有迷失 他说 无论是感动川大人物 还是中国大学生次强之星 他都看得很轻 因为这些多少都有考虑他的身世成分在 我最看重的还是创新工作金奖 因为这份荣誉与我过去不幸的遭遇没有任何关系 它是我和同学们依靠集体的努力奋斗得来的 我的童年不是那么美好 幸运的是周围的人不抛弃不放弃 让我上学有了改正转型成长和成熟的机会 懂得自己身在何方 懂得自己需要什么 心怀感恩 眼向前方 这就是彭世辉区别于大多数人所拥有的优秀品质 而在彭世辉诸多的优秀品质中 最亮眼的还是他的社会活动能力与贡献 他是四川大学公益社团的副社长 在大学四年的暑假几乎没有回过家 全是带着同学们在四川的各个地方乡村学校度过的 从2017年夏天开始 他就在每个假期带着同学们一起去贫困地区 为孩子们开展义务支教活动 向乡村的孩子们介绍外面的广阔世界与天地 给乡村的孩子们插上了一对不甘现状飞出贫困山区的理想翅膀 除此之外 彭世辉还热心于为乡村孩子的公益募捐活动 他组织并参与的爱心宿舍 环保助学活动 笼共吸收了1000人次的志愿者 走到小区向人们募捐图书 瓶子等 通过变卖 共得资金12000元 通通都捐献给了乡村孩子 他组织参与的爱心包裹扇行100活动 笼共招募了2000多名志愿者 走上成都街头 为山区的贫困孩子募捐 一共向50多万成都市民传递辅主山区的公益理念 在彭世辉及他的团队的影响与努力下 共募集了近100万元资金 为1万多名山区小朋友购买了100多种的新文具 除此之外 彭世辉组织并参与的公益活动还有许许多多 在他心里 他能够有如今的成就 就是因为在他最绝望 最不知生活美好的时候 有姑姑那样善良的人伸出援手 所以 他希望自己也能够用自己的努力 让更多的孩子能够有可能拥抱美好的未来 所以 大学毕业后 彭世辉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 选择了出乎所有人预料的职业 加入了自己一位师兄创立的高中辅导教育机构 2021年 当记者找到正在当教师的彭世辉时问他 你的路很多 也很宽 为什么是教师呢? 彭世辉淡淡地说 我也说不清是在什么时候做老师的想法 在自己心里生了根 蒙了牙 我的身世比较坎坷特殊 所以有一段比较刻骨铭心的回忆 我只是为学生多做了一点努力 父母都会放大 放在心上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 上学让我有了是非观念和拼搏的动力 所以 我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为学生带去些积极的影响 有时上课压缩了中午吃饭和休息的时间 一些学生家长知道了 还批评我不好好吃饭 硬是要让孩子带些食物给我 我真的非常感动 张爱玲曾经有句话说得极好 因为懂得 所以慈悲 虽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她这样善良 不过 她的经历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借鉴 只要我们怀抱对生活的希望 对身边人的感恩 无论我们身处什么低谷 最终都一定能够走出来 苦难是对我们的锤炼 愿屏幕前的每一个都能够出走半生 历经磨难后 归来仍是善良 纯洁的少年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想看更多内容 记得订阅点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